多年来,科技观察家一直将微软视为20世纪的现象,对其Windows垄断感到满意。 这家科技巨头几十年来都没有突破性的创新,它足够富有,可以成为一个快速的追随者, 但由于过于庞大和官僚主义,无法在任何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如今,全球火爆的ChatGPT也把微软推上了讨论焦点。 早在2019年,微软就投资10亿美元给了ChatGPT的研发团队OpenAI,年初更是表示要投资近百亿美元。 微软的商业目的也容易推测,一方面加强云产品的功能, 更重要的是集成到Bing搜索中,重新回到搜索领域跟谷歌竞争。 据测算,搜索市占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,广告收入就至少有20亿美元。 当然,谷歌在AI领域的技术也非常厉害, DeepMand带给业内一次次兴奋, 但微软只要拉着谷歌一起卷, 谷歌就再也回不到躺着赚广告的日子了。 高科技并不是只有AI, 而且就在微软加大OpenAI的投资时, 前几年,高调投资的元宇宙业务也传出了团队财彻的消息。 该公司2022年10月底的第一季财报发布后, 股票遭到大幅抛售。 本季,MSFT在主力Azure等云业务超出预期的表现下, 整体财报并不算太差。 尽管营收和利润好于预期, 但业绩指引却令人失望。 虽然对增长的担忧, 对该股产生了影响, 但投资者不能继续期待科技公司出现疫情期间那样的增长力。 作为股价动能因素的云端业务, 能否持续击败预期将是影响股价的关键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 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,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3-8658-0602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,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